好 接受来掌握是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 最近访问基辅期间宣布 英国将投入3亿2500万英镑 整合台币大概是131亿元 要对这个乌克兰提供超过1万价的无人机 而对此计划宣布之前 其实这个金额呢是多出了在新台币的50亿 绝大多数这个原污无人机将是第一人视角 FPV的攻击型无人机 另外还有英国研发的自杀式攻击无人机 大约是1000架左右 以及数量不等的监察型及海洋无人机 这是今天白天最新消息 好 另外是想要前往欧洲旅游的人 就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最近呢 欧洲因为薪资问题 掀起一连串的罢工行动 同步呢是在3月份进行 包括在德国 意大利 法国的大众运输 都已经被瘫痪了 那么现在呢 飞机的航班 随时都有可能会中断 建议如果您要前往 都要来准备移动的备案 我们持续来看 德国火车司机 机场保安人员 以及汉沙航空地形人员 三线罢工 许多交通班次都被取消 民众无法使用铁路跟机场 只能被迫滞留 我实际上要去航空 所以我感到感到感到 我只是不明白他们在做的 然后就完了 甚至有人直接倒头睡在椅子上 本次罢工源自于薪资谈判 进入僵局 管理层的公司上涨了14% 并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奖金 但基层工人却什么都没有 虽然造成民众困扰 但是也有人支持他们 除了德国 意大利也在8号 举行24小时的罢工 米兰更是在22日举行公共交通罢工 地铁 巴士 铁路都将受到影响 意大利国有铁路也决定在13 23 24日进行罢工 将导致当地地区以及仓突列车中断 而前往日本也要特别注意 京都的热门观光景点之一的奇缘 近日决定禁止游客进入风景美丽的私人小巷 原因是有许多游客拿着手机 像是狗仔队一样跟拍走在街上的5G 禁令将于4月生效 不过主要通道 花见小路还是会向游客开放 记得黄明君 张英安报道 台积电将获得超过50亿美元 大概台币的是这个 15700多亿的这个美国联邦资金的支援 那么也是堪称这生产计划是美国晶片法 总计会提拨390亿美元直接的补助款 加上呢这个价值750亿的美元融资选项 以说服晶片制造商在美国本土来生产 而根据知情人士就说了 台积电英特尔还有像是美光和三星电子等等 都是从政府中补助了 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补助 但是分配到的补贴金额可能还不一定 好我们来看到是美国波音公司的飞机 有非常多种 但是最近呢却传出意外了 包括在这个其中一起 是在美国当地时间3月7号 一架原定从周金山要飞往日本的波音777航班 在这个飞机的过程中呢 居然轮胎从半空中掉了下来 这么一掉不得了 砸毁地面上的多辆汽车 这个联合客机的这班联航客机 是当时是从周金山起飞要飞大阪 但是升空之后呢 还没手起这个起落架 就是立刻一颗轮胎居然掉下来了 直接脱落 虽然没有人员因此受伤 但是呢导致地面上多辆汽车都受损 包括挡风玻璃全毁的 还有这个车门板进凹陷的 机上载有249人的联航班机 随后是转降LA的国际机场 而联航也安排了另外一家的班机 来载旅客前往日本 昨天3月8号路透引述了 这个美国联邦航空总署FAA的报道 这是美国的联合航空一架波音777的客机 当天稍早在德州休斯顿 要前往这个机场的时候 就没有想到那是偏离跑道了 而简短声明有提到说 事后有撤离这个民众 特别呢有这个搭乘接驳车离开 而包括现在的这个公司的航班 是一架波音机1200的客机 从精英山起飞之后 刚才提到的是轮胎掉落 导致说这个导致有车辆受损 他们也表示两起飞人事件 同样都要来做调查 而另外是让很多粉丝 很难过的事情是 七龙珠的作者鸟山明 在这个月1号因为这个即兴的硬模下出血 而奏势享受68岁 也震惊世界 因为他的世界隔离都有非常多的粉丝 甚至是从小呢 看着这些卡通长大的 而包括像是这个灌篮高手 火影忍者等等 狠海王的作者都特别要发文来悼念 而现在他也推动了时代演变 甚至还把漫画推向国际 很多粉丝纷纷都祝福他在天国 可以好好的离开 那么另外是在台北市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关心一下最新消息 七龙珠官方社群在8号突然宣布 原作者漫画家鸟山明 在本月1号因为即兴硬模下出血 而与世长辞 享受68岁 消息一出震惊粉丝 灌篮高手的作者锦上雄艳 在X上发文表示 无法接受鸟山明过世的事实 航海王作者韦田荣一郎 也表示自己觉得心中被挖出个大洞 火影忍者作者案本起始 更悲痛地说想对龙珠许愿 不只是日本 全世界的粉丝都被感心痛 我们对鸟山明先生逝世 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他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鸟山先生是著名的漫画家 他的作品在中国也深受欢迎 我注意到不少中国网友 也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 而华文圈知名的隐心成龙 也PO出两人合照吊念 鸟山明的工作室也发布声明 提到丧礼已经由家人举行完毕 并依循鸟山明寻求宁静的意愿 谢绝吊信 电仪 贡品 献花 也请媒体不要采访鸟山明的家人 鸟山明除了有七龙珠 怪博士与机器娃娃等作品 同时也操到日本最大的RPG系列作之一 勇者斗恶龙 以及超时空之药的角色设计 也被航海王作者韦田荣一郎 希望天国是个如他所想的愉快的世界 记者杨七号站一安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确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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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